记者于赵福新北报道,台南市新营区区长魏文贵在过年假期到东北角风景区走春,因为搭车疏忽已失手机,魏文贵心急如焚,担心手机内公务资料外泄。 今天下午1点45分报警,新北市瑞芳景分区利用手机定位功能,45分钟后顺利寻获他的iPhone。 魏文贵频频感谢,过年春节期间天气不错,许多民众纷纷外出至东北角海岸走春。 台南新营区区区长魏文贵搭乘客运途中遗失了手机,焦急的他,今天下午1点45分跑到鼻头派出所向警方求助。 经职班警员曾贯轮细心了解后,得知遗失的手机为iPhone机种,立刻用内建的手机定位功能搜寻。 发现讯号在奥地派出所的辖区。 鼻头派出所警员曾贯轮马上在魏南至奥地派出所。 曾贯轮与奥地派出所警员林秉燕两人学长学弟合作无间,分头寻找。 最后顺利在公车站附近寻货遗失的手机为男才表明他是台南市新营区区长。 非常感谢瑞芳警分局远景的积极协询,也对警察的服务热忱感到暖心,频频致谢。 瑞芳警分局分局长谢宗鸿表示,春节期间工作主轴为治安平稳,交通顺畅,民众安心,在全力守护治安。 交通之余,也鼓励袁警能多多为民服务。 谢宗鸿对于袁警能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顺利巡回遗失的手机表示肯定与加免。